半夜时分 一个女人拼命拍打房门求救 一只剑修地射中她的后背 随后一个面具男提刀出现 二话不说 朝着女人的肚子上一刀两刀三刀 捅了九九八十一下 不断撞击门框砰砰作响 可屋内的小美像个没事人一样 对屋外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 这成功引起了面具男的兴趣 自己作为专业杀手 向来都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屋里这娘们竟然无视自己 简直是奇耻大乳 于是 她偷偷溜进屋子 不咋地 于是掏出匕首准备动手 这时 小美弟好友打来视频电话 面具男赶紧躲开 顺手扒走小美的手机 小美和朋友打着手语交流 原来她是一个聋哑人 难怪刚刚那么大动静 她却毫无反应 两人聊得正开心 突然朋友告诉她 你家里有什么动静 是不是来客人了 小美四处张望 发现根本没人 于是跟朋友解释说 可能是自家养的猫在抓老鼠 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和朋友聊完八卦之后 小美想起来喂猫 却发现猫咪不见了 在屋内四处寻找 也不见踪影 小美以为猫咪跑林子里玩去了 还特意给猫咪留了扇门 然而 当她再次打开电脑 准备上网冲会浪时 竟然收到自己手机发来的消息 起先她还怀疑 是不是苹果手机和电脑 可以互相交流 但是 当她打开消息一看 发现竟是自己刚刚找猫时的照片 还有一张她现在冲浪的照片 小美瞬间赶到脊背发凉 脑子里一片空白 眼睛忍不住往照片拍摄角度看去 就是自己刚刚给猫咪留的门 她顿感不妙 难道屋外真有人 小美生怕打草惊蛇 缓缓站起身来 慢慢往门口挪去 目光所及 门外竟然真的站了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手机拿着她的手机在晃悠 小美条件反射似的 180麦的速度冲向门口 此时 面具男也向屋内冲来 幸好还是小美快人一步 将门锁上 可面具男一点也不急 转身走向另一扇门 结果被小美再一次锁伤 面具男不慌不忙转身离开 但她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 而是在房子周围晃荡 小美赶紧返回屋内 打开电脑准备报警 突然灯光骤灭 房间陷入黑暗 网络也随之中断 原来是面具男把电闸关了 无助的小美往屋外看去 发现面具男一脸猥琐地站在屋外 正死死地盯着她 随后转身 当着小美的面将她的车胎扎爆 断了她逃跑的念头 真是坏事做尽 真不怕生孩子没那啥 见逃跑无望 小美用口红在门上写上两行大字 表示我没有看到你的脸 只要她离开就不会报警 谁知道 这面具男士的狼人 竟当着小美的面摘下的面具 看来面具男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要干掉小美 现在终于有了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这个杀手简直不要太嚣张 生怕别人不认识她 竟当着受害人的面摘下了面具 并嚣张地表示 如果我想的话 可以随时进去干掉你 但我不打算这么做 我要慢慢折磨你 慢慢享受捕猎的过程 直到你主动求死 见杀手如此变态 小美放弃了幻想 看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于是她翻箱倒柜 找了两件衬手的兵器 一手持刀一手拿锤 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她期待着邻居能看到异常 打电话报警 然而就在下一秒 窗户被敲得砰砰作响 小美缓缓站起身 只见杀手扶着一具尸体 正在和小美打招呼 那具尸体正是邻居 原来邻居早已惨遭毒手 才一个目标就是自己 小美瞬间感到毛骨悚然 手中的武器不自觉地掉在了地上 而窗外的邻居看到崩溃的小美 脸上露出得意的笑 这就是她想要的效果 小美瘫坐在地上 眼面大哭 自己唯一的希望破灭了 只能靠自己了 冷静下来后 她掏出车钥匙 暗响车子警报 来了个声东击西 果然 杀手前去查看车辆情况 小美趁机打开窗户 在邻居尸体上一番搜索 希望能找到手机 再这样就能打电话报警 然而 很快就被杀手发现 杀手发疯湿地冲上来 小美迅速赶上窗户 没想到还是被杀手卡住 就在危急之时 小美看到了地上的锤子 捡起来 二话不说就砸向杀手 剧烈的疼痛让杀手缩回了手 小美趁机爬上二楼 透过窗户观察着歹徒的一举一动 见杀手还在屋外张望 她心生一记 爬上屋顶 将一只手电丢进树林 杀手被强烈的光线吸引 提着弩箭前去查看情况 小美趁机准备跳楼逃跑 正当她沿着屋檐往下时 一只弩箭飞驰而过 直接扎进了小美的大腿 小美只能原路返回 而杀手很快追了上来 紧随其后 当杀手露头时 守住待兔的小美 一把抢过她的弩箭 反手又是一巴掌 直接将杀手踹了下去 随后 小美拖着伤腿 一瘸一拐地朝窗户走去 而这时 阴魂不散的杀手又追了上来 千钧一发之际 小美及时关上了窗户 再次躲过一劫 龙牙女人被变态杀手追杀 大腿被弩箭射中 鲜血直流 她住在荒郊野里 唯一的邻居已经惨遭毒手 现在是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简单包扎过伤口后 小美准备和杀手输死一搏 就在这时 邻居家男朋友找来 见邻居不在家 于是来找小美打探情况 看到玻璃门上两行求救大字 她顿感情况不对 于是掏出手机就要报警 这时 潜伏在屋外的杀手出现 声称自己就是警察 之前接到小美报警 前来查看情况 没想到在半路被偷袭 手枪和无线电都被抢走了 于是找邻居男友借手机 呼叫同事之缘 邻居男友信以为真 毫无防备地将手机借给了杀手 杀手有模有样地拨打电话 就在归还手机时 一根项链掉在了地上 邻居男友定睛一看 这不正是自己女友的吗 她这才反应过来 眼前这个人根本就不是警察 但她没有打草惊蛇 而是强装淡定地告诉杀手 那边花坛有备用钥匙 可以开锁金屋 杀手信以为真 就当她转身去寻找时 邻居男友捡起一块石头 慢慢靠近 准备来得一击毙命 就在这时 小美在屋内疯狂敲打玻璃门 好心提醒邻居男友注意杀手 结果让她分了神 杀手听到动静反应过来 一刀扎在她的大动脉上 万万没想到 小美好心帮到忙 让邻居男友白白送人头 如今的小美已是孤立无援 她在脑子里设想了各种逃跑方式 杀手完事之后 坐在车上地拿了根烟缓缓身 这时 小美递猫咪旅游回来了 心狠手辣的杀手 连猫咪都不肯放过 准备拔刀动手 突然一只冷箭射出 扎在她的肩膀上 这一下 不但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 还激怒了杀手 直接将箭矢拔出 小美见状把腿就往屋里跑 然而这次她没有那么幸运 在关门的一瞬间 手被夹住了 杀手变态地看着她 狠狠蹬在小美手上 一脚两脚三脚 直到小美的手血肉模糊 筋骨劲断 才终于把手缩了回去 杀手完够了 返回车上拿来工具 准备破门而入 将小美解决 而小美颤颤巍巍地 捡起地上的匕首 躲进洗手间 准备和杀手输死一搏 然而身为聋哑人的小美 跳无声息地将小美抹了脖子 然而 杀手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她呼出的口气 被小美敏锐地察觉 小美侧身躲开杀手的攻击 一个潇洒转身 一刀扎进杀手的大腿 随后趁机逃到客厅 杀手一蹶一拐地追了出来 小美拿起防狼喷雾 就往她眼睛里喷 杀手被疼得嗷嗷直叫 两人扭打在一起 杀手战斗力还是太强 将小美压在身下 狠狠掐住她的脖子 一拳接着一拳砸在她的脸上 危急时刻 小美摸到掉在地上的开瓶器 使出浑身力气 扎进杀手脖子 杀手一命呜呼 最终小美反杀成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女性朋友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一个人住在郊外 更不要装玻璃门